近东的爷们微博到底在讽刺谁不男不女 直到现在吃瓜群众也是无法下定论的 有人猜测呀是当时婉言吐槽过近东的金星 但显然也没说一定是谁 金星也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对号入座的激动了 昨晚上把许久前王凯录金星秀发的微博转了一遍 还敷衍王凯又帅又有格局 这么暗戳戳有机智拉到队友的手法 果然不愧是死逼界一姐的操作呢 佩服 本来这种局面已经够有趣了 但更有趣的事情显然在后头 金星还没等到近东再回击 与此事毫无干系的宁静天下午倒是发了条微博 说现在的撕逼大战真是看得有够烦人的 一副看戏还嫌故事太精彩的模样 宁静到底是不是在暗指金星近东这把事 不管是指什么 反正她这微博发的意味深长就是了 不过话说金星和宁静似乎并没有什么过节 虽然和金星一样 宁静也是死逼界的一把好手 但这两人名字在一起的时候 似乎还是和气的画面 宁静之前不是在金星秀上和金星吐槽娱乐圈那点事 看起来他俩都是属于敢说话的那一类人物 不仅不存在摩擦反倒挺气味相投 按理说和这三人都毫无过节的宁静 突然在这个节骨咬上说这话 让人就很难理解了 总之呀各位小板凳得提前短好 随时准备着或许好戏就在后头 好 好 好